甄千金回来后,我被赶出家门,隔壁首富家收留了我,哥,给你添麻烦了,我没你这么大的妹妹。 沈潮瑜瞥了我一眼,下一秒,她又冷声开口,是媳妇就不麻烦。 从小到大,我跟我爸妈的关系一直都不太好,直到某一天,他们带回了另一个女孩,告诉我那才是他们的女儿。 我妈把那个看起来怯生生的女孩揽进了怀里,珍珍是我们当初抱错的女儿,医院已经给我们确认过了,她盯着我,眼中终于不再掩饰自己的嫌弃。 至于你,我们养了你这么多年也够了,之前没赶你走,纯粹是拿你当个寄托,以后珍珍回来了你就走吧。 珍珍从她的怀里抬起头,柔弱道,没事的妈妈,就让姐姐继续住在这里吧。 她扭过头看了我一眼,对我露出一个纯粮的笑,最起码等到姐姐找到她的亲生父母吧,不然她太可怜了。 我当即给她翻了的白眼,这茶味冲得我手里的咖啡都快变色了。 我妈在旁边温柔地摸着她的头,感动地说,宝贝,你真善良。 我看不下去了,直接开口打断了他们这番母慈子笑,行了,别演了,我走就是了。 我把手里的咖啡放到了桌上,也没了继续喝下去的兴致。 我妈,我养母见我这么知情,拾去也不多说,直接招呼保姆帮我把东西扔了出去。 就这样,我带着一个盲盒一样的双肩包被赶出了家门。 站在这个我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家门口,我心情复杂地最后看了她一眼。 从现在起,这个家就跟我没什么关系了。 至于那些有的没的事情,我现在更没功夫去考虑。 因为除掉那些矫情的不甘跟愤恨外,我接下来应该去拿落脚,反而成了最大的问题。 我那个养母是真的很,除了给我扔出来一个包,连一块钱都没给我留下。 我之前理财存的钱都在他们给我办的银行卡里,之后还要找个机会,全部转移出来才行。 我的大脑开始一刻不停地琢磨着之后的事情,不小心便撞到了别人身上。 我回过神,赶紧给人家道歉。 然而,我还没来得及抬头看撞的是谁,那人已经惊讶地叫出了我的名字,小家。 我跟着隔壁的首富回了家。 没错,我撞的人是首富,也是从小看着我长大的叔叔。 他家的房子,理论上就在我家隔壁。 只不过,因为我们小区都是独栋的别墅,每栋房子之间的间隔很大,所以我们两家也不算离得很近。 他当时看到我背这个包有些狼狈,便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一时半会儿,不知道怎么解释,便简单地说明自己被赶出来了。 结果沈叔叔听了之后,一句废话没说,直接拍板让我跟着他回家。 他家我从小到大也去过很多次,但这次进去的心情明显有些不同了。 我跟着沈叔叔回了家,柳阿姨正在客厅里练茶花。 他看到跟着沈叔叔回来得我很惊讶,但还是高兴地把我迎进了家门。 他让保姆把我的东西收好,然后拉着我坐到沙发上,稍稍打量了我一下。 佳佳,你是不是遇到什么事了? 方不方便跟阿姨说一下。 我抿了下唇,把今天的事告诉了他跟沈叔叔。 他们两个人听完全程后,都陷入了沉默。 过了好半晌,沈叔叔突然愤愤地骂了一句,过分。 柳阿姨的脸色也不好看,但他大概在顾及我的感受, 所以只是拍了拍我的手安抚道。 没事佳佳,你就先住阿姨正。 至于其他的事我让你哥去帮你办,你别担心。 我现在实在也没有别的办法,纵使有些不好意思, 我还是点头答应了下来。 柳阿姨雷厉风行,立马让人收拾出我的房间带我上去。 沈叔叔则拿出手机,开始给沈潮雨打电话, 勒令他今天早点回家,商量一下这件事的解决办法。 晚上,沈潮雨难得没有加班,准时回家。 他在沈叔叔那里了解了事情的经过, 然后十分可靠地点了点头,后面的事我会处理,你们放心。 沈叔叔听了这话,满意地点了点头。 他跟柳阿姨晚上还有个商务晚会, 跟沈潮雨确认好之后便急匆匆地走了。 屋子里很快只剩下我跟沈潮雨两个人。 我想到今天发生的事情还是有些不好意思, 于是再次对着沈潮雨承心道, 哥,给你添麻烦了。 我没你这么大的妹妹。 沈潮雨瞥了我一眼, 下一秒,他又冷声开口, 是媳妇就不麻烦。 傻。 媳妇。 我错愕地看着他, 飞快地摆手摇头。 不,我不是,我不配, 你别瞎说。 我忍不住暴毙搓了搓胳膊, 心里打个冷战。 怎么说, 沈潮雨这性格真的很不适合开玩笑。 像这种话, 如果换个人说, 我可能硬喝两句,就过了。 但沈潮雨说, 我总有种他是认真的感觉。 你以为我在开玩笑? 沈潮雨突然开口, 吓得我立马站直了身子。 不,不是吗? 我紧张地吞了吞口水。 沈潮雨的眼睫一垂, 目光满满落到了我的身上。 他若有所思地打量着我, 好半赏才慢悠悠道, 不是。 我, 我刚想追问清楚, 肚子却不争气地叫了一声。 这一声, 直接把满屋子的暧昧以你给打了个粉碎。 我双手猛地抱上肚子, 脸色一下子爆红了起来。 沈潮雨眼中划过一丝笑意, 他看起来决定暂时放过我了。 想吃什么? 我让阿姨给你做。 他叫来保姆, 站在一边安静地看着我。 我这会儿哪还有功夫研究吃什么呀? 随口说了句都行, 我扭开头, 挣扎着躲避沈潮雨的视线。 倒不是说我有什么偶像包袱, 只是刚刚那个气氛, 浪漫过敏我本人了吧。 阿姨笑着应了一声, 转身去给我们准备晚饭。 沈潮雨招呼我到餐桌旁坐下, 倒是没再提刚刚的事情。 他今天虽然回来得早, 但看起来还是很忙。 最起码我们坐下后, 他就拿起手机开始处理事情, 一时也顾不上搭理我。 我稍稍松了口气, 安静地吃完了这顿晚饭, 之后沈潮雨便带我回了客房。 他给我解释说, 二楼只有他的卧室和一间客房, 还有书房。 他爸妈都是住在一楼, 让我不用担心碰到长辈会不自在。 我一边乖巧地点头, 一边在心里默默付匪。 其实他比柳阿姨他们下人多了, 如果一定要选, 我宁可跟长辈住在一层。 然而, 我现在到底属于寄人篱下, 自然也没有挑剔的权利。 我在房间门口礼貌地跟沈潮雨道了晚安。 回到房间只剩下我自己后, 我才忍不住长长地出了口气。 回想起今天一天发生的事情, 我感觉比过去一年发生的还要精彩。 先是被赶出家门, 又被首富收留, 刚刚还被沈潮雨疑似调戏, 我深吸了口气, 狠狠地在脸上拍了一下。 事情已经发生了, 我就算再沉浸在难受里, 也没有任何作用。 我养父母不爱我, 我早就知道。 既然他们已经首先选择抛弃我, 那我自然没理由, 也没必要再为他们感到痛苦才是。 我从床上起来, 准备出去喝点水冷静一下。 这个时间, 一楼客厅的灯已经都被关了, 我懒得去开灯, 干脆拿手机打着光摸着黑下了楼。 好在我以前来过几次, 对饮水机的位置比较熟悉。 从下面柜子里摸了个纸杯, 我给自己接了一整杯的冷水, 拿着准备上楼。 然而在二楼拐角, 我因为偷懒没有打光, 所以完全没发现拐角的人影。 砰的一声, 我迎面撞到了什么, 手里的水没端稳, 整个洒了出去。 黑暗里传来一声闷哼, 接着我只听到啪的一声, 二楼走廊的灯立马亮了起来。 沈朝鱼穿着浴袍, 正似笑非笑地看着我。 我猛地后退一步, 声音颤抖道, 对,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我听到沈朝鱼道, 你就口头道歉。 话说这谁好凉啊? 他半真半假地抱怨着, 我有点愧疚的手指搅动了一下。 我犹豫道, 那我帮你擦一下。 行, 沈朝鱼痛快地答应。 我现在把话收回来, 还来得及吗? 沈朝鱼谈谈当当地站在那里不动, 我进也不是, 退也不是, 最后还是愧疚站了上风, 缩了缩手, 用袖子胡乱给他抹了一下。 好了, 你快回去换件衣服吧, 别着凉了, 刚刚真的对不起了。 我收回手, 低着头说完, 立马转头跑回了房间。 我把房门关死的时候, 还能隐约听到 沈朝鱼愉快的笑声。 那天晚上, 我到最后也没喝成水。 第二天醒的时候, 我感觉大脑昏昏沉沉沉, 强撑着从床上爬起来洗漱, 我来到楼下的时候, 还感觉有点恍惚。 沈叔叔他们不知道昨天什么时候回的家, 我下楼的时候, 他们一家已经坐在了饭桌上。 我赶紧快步走过去, 带着几分歉意道, 对不起, 我起晚了。 没事没事, 家家昨晚休息得怎么样? 柳阿姨招呼着我坐过去, 一脸慈祥地看着我。 我笑了下, 软声道, 我休息得很好。 沈叔叔正在旁边跟沈朝鱼聊着公司的事, 我下意识地看了他们一眼, 在触碰到沈朝鱼侧脸的那一刻, 又不好意思地转了回来。 要了命了, 我现在根本没法平静地指示。 我低着头平复心跳, 柳阿姨却误会了我这副样子。 她坐在我旁边, 突然伸出手按在了我的手背上。 她严肃道, 家家, 潮渝昨天是不是欺负你了? 你别怕, 有什么事跟阿姨说, 阿姨给你撑腰? 啊, 我愣了下, 一脸茫然地看着她, 没有, 潮渝哥挺照顾我的。 柳阿姨的眼神满是不相信, 她突然开口叫了一声沈潮渝, 然后拉着我的手, 直接质问她道, 沈潮渝, 你昨天是不是趁我们不再欺负家家了? 她今天怎么看起来这么怕你? 沈潮渝挑了下眉, 也没反驳, 只是四笑非笑地看向我。 我眼见气氛越发微妙, 赶紧开口解释道, 没有没有, 潮渝哥真的没欺负我。 她对我挺好的。 柳阿姨还是不信, 我只能再三启示, 好说歹说才让她收回想要去打沈潮渝的手。 沈潮渝全程也不解释。 她坐在哪儿, 我总觉得她有种乐在其中的感觉。 我不着痕迹地叹了口气, 心累地思考沈潮渝到底是什么意思。 柳阿姨似乎在跟沈潮渝说什么, 我也没听清楚。 但是很快, 她就转向我, 一脸兴奋地跟我说道, 佳佳, 潮渝今天有空, 待会儿让她陪你去买几件衣服。 你不用跟她客气, 到时候刷她的卡, 把她当苦力就行。 这小子天天都在忙, 宰她一顿不容易。 我, 不, 沈潮渝开口打断我, 佳佳, 我已经跟专柜那边的人联系过了, 十点钟店里会清场, 到时候你随便挑就行。 她冲着我晃晃手机, 上面是她助理发来的包场截图, 柳阿姨对她竖起了大拇指。 我麻木道, 谢谢。 我坐着沈潮渝的车来了商场, 在心里第一万零一次问自己, 我到底为什么会跟沈潮渝一起来商场。 我们俩来到了奢侈品的门口, 沈潮渝突然接了个电话, 跟我说了一下后去了一遍。 我站在门口等她, 拿出手机看了一眼时间。 现在距离沈潮渝包场的十点还有五分钟, 我有点犹豫是先进去还是在这里等一会儿。 顾佳, 身后突然传来一个不确定的声音, 我下意识地转头看过去, 结果就看到了我养母雨雪跟顾珍珍。 晦气, 看来回去我要跨个火盆才行了。 他们看到是我明显也惊讶了一下, 接着很快, 雨雪便露出了一副机翘的表情。 哟, 我当是谁呢? 没想到还真是你呀。 我微微醋眉, 冷着眸看着她, 你有事吗? 顾珍珍往前走了一步, 温暖着笑一道, 姐姐你也在呀, 好巧啊。 她伸出手想来拉我的胳膊, 我闪了下身, 毫不客气地挥开了她。 顾小姐, 有话好好说, 别动手动脚的。 顾珍珍伸出去的手还愣在原地, 看起来颇有几分尴尬。 她脸上的独一闪而过, 接着很快又变成了那副温柔无害的样子。 姐姐我没有别的意思, 就是你昨天离开家里之后我们都很担心你去哪, 这才有点激动。 她看向我, 对我微微一笑, 姐姐是遇到什么人了吗? 竟然还能来奢侈品店, 看样子那个人应该对姐姐很好吧。 顾珍珍话里有话, 她刚说完, 我养母立马变了脸色。 顾家, 你怎么这么不检点? 我直接给气笑了。 打住, 你们别给我拐弯抹角的。 我撇了一眼雨雪, 然后将目光放到顾珍珍身上, 冷冷地勾起嘴角。 顾珍珍, 你要是想说我帮男人就只说, 装模作样的, 而不我心人。 我看到顾珍珍眼里的得意僵了一下, 不屑地冷吃了一声。 我可先说好, 我跟你这种只会靠装白莲花博同情的人可不一样, 我光投资赚的钱就已经够你努力一辈子了。 顾珍珍的脸色开始有点维持不住, 我靠在门上, 嘲讽地看着她。 养母在一边冷眼旁观, 顾珍珍咬住下唇, 干脆撕破脸道, 你投资用的不还是我爸妈的本金? 你现在既然都不是我们家的人了, 是不是该把这些年的抚养费结一下了? 我哈了一声, 像她傻子一样看她, 脑袋空就去多读点书, 不然你还以为当上千金小姐是凭你的本事呢? 我翻了个白眼懒得搭理她, 转头看向我养母。 于女士, 我留在你们那里的银行卡, 是不是可以还我了? 那些都是用我暑假实习赚来的钱搞的投资, 跟你们可没有半点关系。 于雪的表情也变得难看起来, 她盯了我半赏, 突然抽出钱包, 愤愤地把我的卡扔给了我。 我们也不稀罕你这点钱, 你拿了赶紧走, 这地方不是你消费得起的。 我美滋滋地接过卡, 丝毫不介意于雪的冷嘲热讽, 笑眯眯地看着他们道, 谢了。 于雪冷笑了一声, 顾珍珍嘲讽道, 穷酸, 看来是半点不信我呀, 那可真是天助我也。 我耸了耸肩, 看到这会儿已经十点, 干脆走进了店里。 他们两个还站在门口没动, 我越过他们, 转过头对着他们笑得温柔, 没事的话两位可以走了, 现在这里不对你们出售。 店员刚好走过来, 我给他提了一下沈朝瑜的名字, 店员立马毕恭毕敬道, 顾佳小姐您尽管挑, 本店今天剩下的营业时间 都是您一个人的。 我点了点头, 客气地笑道, 麻烦了。 于雪跟顾珍珍露出了震惊 又不可思议的表情。 刚好其他店员过去劝说他们离开, 顾珍珍立马奸声道, 你什么意思? 我还没挑完, 你凭什么赶我走? 店员好声好气地解释, 本店今天已经被顾佳小姐包场了, 你有什么想看的话可以明天再来。 顾珍珍不敢置信地看着我, 她看起来完全不愿意, 相信我会有能力包场, 当即撒泼道, 我不走。 凭什么她说包就包, 明明就是我先来的。 你, 把你们店长叫出来, 就说我出双倍的价格包场, 让她把顾佳赶走。 正在店员为难的时候, 沈潮瑜回来了。 她看到于雪跟顾珍珍的时候愣了一下, 接着转头看向店员, 冷声道, 我不是说包场, 怎么还有外人? 店员正想解释, 于雪已经插嘴道, 这不是潮瑜吗? 我是你鱼阿姨呀。 沈潮瑜背着身, 于雪他们看不清她的表情, 但我却能明显地看到她眼里的嫌弃。 于雪还在试图套近乎, 沈潮瑜已经退开一步, 冷冷淡淡道, 你哪位? 于雪脸上的笑僵了一下, 顾珍珍却在看清沈潮瑜脸的那一刻, 倒抽了一口冷气。 她眼神死死地盯着沈潮瑜, 嘴里甜腻道, 你就是沈哥哥呀, 我老听我爸妈提起你。 我叫顾珍珍, 是顾家唯一的女儿, 沈哥哥也是来买东西的吗? 可惜了, 刚刚那个店员说, 这家店今天都被顾家给包下来了。 她一边说着, 还有意无意地往我这扫了一眼。 那柔弱无辜的语气, 我见尤莲的眼神, 我果断招呼店员, 让他们立马联系商场的安保过来。 沈潮瑜已经裹挟着一身的不爽走了过来。 她完全无视了那两个套近乎的女人, 浑身上下散发的只有一股贤妻厌恶的感觉。 没一会儿, 商场的经理带着保安赶过来, 经理立马对着沈潮瑜恭敬道, 不好意思沈总, 我们这就让这两人离开。 沈潮瑜闲雾的目光, 飘过雨雪跟顾珍珍, 开口冷淡道, 加强一下管理, 别让泼妇进来。 经理被沈潮瑜的目光看得冷汗直冒, 她一秒都不敢耽误, 立马挥手, 让人把雨雪他们请了出去。 雨雪直到被赶走, 还在试图唤醒沈潮瑜对她的记忆。 我看得只想笑, 忍不住吃到, 癩蛤蟆成精, 真把自己当盘菜了。 沈潮瑜的目光冷淡平静, 直到那两人的身影彻底消失, 她才看向我担忧道, 他们找你麻烦啊。 我摇了下头, 对她扬起手里的银行卡笑了。 没有, 他们给我送钱来了。 这一段插曲结束后, 我果断地刷卡, 买了新的衣服跟包包。 存款是一个人的底气, 这句话一点都没错。 我刷着自己的银行卡, 感觉站在沈潮瑜身边都舒服多了。 沈潮瑜曾试图劝说让我用她的卡被我言辞拒绝, 她在一边就莫名有种委屈显露出来。 我得承认她那张脸, 做出那样的情绪实在让人难以招架。 最后没办法, 我还是主动让她请我吃了顿午餐, 她的脸色才变得好看了一点。 沈潮瑜说是陪我, 其实也只是空出了半天而已。 下午她把我送回家, 自己便匆匆赶去了公司工作。 柳阿姨看到我回来, 高兴地问我逛得开不开心。 我把今天遇到的事跟她说了一下, 她听完不屑地冷笑一声。 区区一个顾家也想跟我们套近乎, 又不是地摊上十块钱一把的套圈, 她怎么好意思呢? 我心里对柳阿姨的这番话还是十分认同的。 毕竟再怎么说, 沈家可是首富, 雨雪不要脸的精神我是真的佩服。 接着很快, 我想到一件事, 于是主动开口说道, 对了柳阿姨, 既然我已经把存款拿出来了, 那我就找房子搬出去了。 这几天, 谢谢你们收留我, 我会尽快走, 不给你们添麻烦的。 我说得真心, 柳阿姨却急了。 她不等我说完就猛地抓住我的手, 一脸急切地问道, 别呀, 你这才住两天, 阿姨还想跟你多待待呢。 是不是沈朝鱼那臭小子欺负你你不敢说? 佳佳呀, 阿姨是真的喜欢你, 要是沈朝鱼让你不高兴了, 那阿姨让她出去住。 你就再多住两天陪陪阿姨呗。 我被柳阿姨的热情搞得有点无所适从, 但她目光真挚, 诚心诚意地邀请我, 我又实在是不好意思拒绝她。 我有些犹豫, 她突然问道, 说起来佳佳, 你的工作现在是怎么样啊? 我愣了一下, 接着突然间想起, 我还在养父母的公司挂着职位, 而且还有一个跟房地产大亨的项目正在推进, 马上就要签合同了。 这两天发生的事情多得让我晕头转向, 竟然差点把这件事给忘了。 我一巴掌拍到了自己的腿上, 恍然道, 对了, 我要先去办离职才行。 柳阿姨一听, 眼神瞬间亮了, 她抓住这个机会, 对我进行了又一轮的留宿劝说, 我长这么大, 还是头一次被长辈用这么亲切的态度对待, 一时心软, 便答应了下来。 然而直到晚上, 柳阿姨跟沈叔叔一人拖着一个行李箱, 出现在客厅, 笑意盈盈地看着我的时候我才惊觉, 我大概, 可能, 也许, 八成被套路了。 柳阿姨跟沈叔叔要出去出差, 也就是说, 这个家在半个月之内都只有我跟沈潮渝两个人住。 我嘴角抽搐, 眼睁睁看着他们两个手挽着手离开, 沈潮渝在一边笑得意味深长。 等柳阿姨他们的身影消失在大门外, 沈潮渝这才微微笑着看我, 吃饭? 我, 吃。 我硬着头皮住了下来, 第二天一早便赶去我养父母公司, 打算把事情处理掉。 然而, 我在养父母公司门口却遇到了那个地产大亨周建景, 跟他老婆游盈盈。 我略微有些惊讶, 跟他们打了声招呼, 赢了上去。 他们告诉我他们是来谈合作的, 我了解了一番, 才知道是顾家女儿让他们来的。 我心里对顾珍珍的行为不屑地翻了个白眼。 趁着这个机会, 我赶紧把前两天发声的事简略一说, 并且直言道, 我现在已经不是顾家的女儿了, 如果你们还想继续这个项目, 我建议是重新策划一下。 周建景两人听完露出诧异的表情, 他们没有马上表态, 只是暂时跟着我去了顶楼。 到了总裁办公室, 我养父养母跟顾珍珍都在。 养父看到周建景跟尤盈盈赶紧迎上来。 我养母在一边, 对着我冷嘲热讽道, 你还来干什么? 总经理的职位我们已经给珍珍了, 你要还想留在这儿, 就从跑业务开始重新干吧。 我面对她的冷嘲热讽, 只是微微一笑。 我果断地把离职申请拿给她, 接着一字一句道, 谢了,不稀罕。 我转身就想去找人士, 然而还没走出门, 我突然被尤盈盈叫住。 嗯,有事。 周建景夫妇两人走到我面前, 笑盈盈地看着我, 顾小姐如果要辞职的话, 不知道愿不愿意来我们公司。 我们以经理的职位聘你。 尤盈盈含笑道, 实不相瞒, 顾小姐的工作能力有目共睹, 我们这次答应合作, 本身也是看在顾小姐的面子上。 她转头看了眼傻了眼的我养父养母, 客气却不容置疑道, 不好意思了顾总, 我们只跟顾家小姐合作, 既然她要走, 那我们这个合同也没必要签了。 我养父极了, 想要再去拉拢。 周建景已经上前一步, 把我跟尤盈盈护在身后。 她淡淡道, 道歉, 以后有别的项目, 我们再合作吧。 她礼貌地说完, 转身就准备跟尤盈盈离开。 我虽然没有料到事情会这么发展, 但总的趋势还是我喜闻乐见的。 我扭头看了傻眼的养父母一家, 毫不掩饰自己的幸灾乐祸。 尤盈盈又正式地对我发出一次邀请, 这次我连犹豫都没有, 欣然答应。 周总, 尤总, 关于那块地, 其实我有更好的合作伙伴, 不知道你们对跟沈氏合作的意向如何。 周建景跟尤盈盈听了后, 果然露出一副感兴趣的表情。 他们让我细说, 我们三人当着我养父母的面, 边聊边离开的故事。 我会把沈潮瑜拿出来跟他们谈, 自然是我认为, 这个项目两边的确适合合作。 周建景夫妇对这个项目有野心, 本来就一直在寻找合作者。 之前我费了好大的劲, 才让他们对故事产生了意向。 现在一切重来, 他们即使信任我的能力, 也还是保留了谨慎的态度。 我试着帮他们直接约了一下沈潮瑜, 没想到沈潮瑜很痛快地便答应了见面。 于是我们三个干脆哪也没去, 直接转头去了沈氏。 沈潮瑜的助理早已等在楼下, 见到我们后恭敬地把我们迎了上去。 周建景夫妇两人还打算考察一下。 我作为提议的发起人, 自然而然地充当起了两边沟通的桥梁。 我们跟沈潮瑜在会客室聊了两个小时。 等全部说完, 双方都露出了满意的合作想法。 我对于这个结果乐见其成, 沈潮瑜想留我吃饭, 周建景二人便笑道, 顾佳小姐, 你明天直接来公司报到就行, 我们回去会安排的, 今天你就好好准备一下吧。 我点了点头, 对他们道过谢, 亲自把他们送到了楼下。 等周建景二人离开, 沈潮瑜站在我旁边, 突然若有所思道, 佳佳, 你有没有觉得你跟周总他们长得还挺像的? 啊, 我猛了下, 像吗? 我自己看不太出来, 可能是缘分吧? 我没怎么在意, 沈潮瑜却陷入了沉思, 不知道在考虑什么。 我跟沈潮瑜在外面吃完饭, 然后一块回了家, 家里现在只有我跟他, 这让我不可避免地回想起了第一天 把水泼他身上的事情, 射死又暧昧, 沈潮瑜的态度我还是捉摸不透, 除了第一天他明确地说过媳妇之类的话, 之后他倒是一直挺客气手里的, 我强迫自己别去考虑这些有的没的, 毕竟我现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截然一身, 比起这种暧昧的是, 怎么搞钱工作才是我应该考虑的。 我坐在沈家的沙发上, 心里琢磨着重新把投资给捡起来, 我用了最快的速度, 大概地权衡了一下我的存款, 跟我可以折腾的金额, 然后果断, 我找上沈潮瑜, 死皮赖脸地让他带着我投资, 音音,大佬,黛黛,飞飞。 沈潮瑜一言难尽地看着我讨好的笑, 最终无奈地叹了口气同意了, 我欢呼了一声,打算好好跟着沈潮瑜去取经, 然后就自己出去独立门户。 没办法, 谁让我有一段时间没接触投资了, 不了解市场行情, 我可不敢乱挥霍我的存款。 接下来的几天, 我白天去周氏工作, 晚上就跟着沈潮瑜学投资理财。 他只教了我几天, 我拿来投资的存款又翻了好几倍, 我一直知道他厉害, 现在更是佩服的五体投地。 沈潮瑜端着一杯咖啡, 穿着白色的家居服悠闲地靠在我椅子上, 对着我操作的股票偶然提点上两句。 我必须承认, 国人的木墙是刻进基因里的, 我也不例外。 原本我对沈潮瑜可能还没有其他的心思, 经过这几天的相处, 我也忍不住开始有点春心荡漾了。 没办法,毕竟沈潮瑜本身就很帅。 他在家里穿着家居服的样子, 跟在外面穿着西装的样子, 十分不同。 气质上的剧烈的反差, 强大的专业技能, 再加上他一直都耐心十足, 又温柔的指点。 我觉得, 想要毫无波澜才是不可能的吧。 我开始察觉到自己的心意, 连带着跟沈潮瑜待在一起, 也不由得变得有点暧昧起来。 这天我跟着他上完课后, 回房间洗漱。 结果等我洗完澡后才发现忘了拿衣服。 二楼的浴室是公用浴室, 我再三犹豫, 还是觉得我不能挑战该死的莫非定律。 没办法, 还好我洗澡喜欢听歌, 会把手机带进浴室。 我赶紧给家里的阿姨打了电话, 让她帮忙送件衣服过来。 等我打完电话没过多久, 浴室的门就被人敲响。 我自然而然地以为是阿姨, 只须须遮掩了一下胸部, 便打开了门。 结果门外站着的竟然是沈潮渝。 我猝不及防, 就这么跟他撞了个正着, 我们两个同时愣在原地。 他手里还拿着一件衣服, 似乎没想到我会这么大方地打开门。 我死死地抓着身上的浴巾, 内心只有一个想法环绕, 还好为浴巾了。 时间不知道过了多久, 可能一秒, 两秒。 很快, 等我反应过来, 立马尖叫了一声, 猛地把门给关死。 浴室里还有萌萌的蒸汽没有散去, 我背对着门蹲在地上, 死死按着心脏的位置, 感觉自己全身都要热炸了。 门外沈潮雨的声音也难得露出了一丝举促。 他敲了敲门说把衣服放在门外, 然后便是匆匆离去的脚步声跟关门声。 我背靠在门上, 大口大口地坐着深呼吸, 感觉整个世界都变得安静了下来。 不知道过了多久, 耳边咚咚的声音逐渐减弱。 我赶紧站起来打开门, 只露出一条足够伸出手臂的缝隙, 飞快地把衣服拿了进来。 等换好衣服, 我迫不及待地离开了浴室, 只留下一世阴暈的雾气, 见证刚刚的春光以泥。 第二天我特意晚起, 错开了跟沈潮雨见面的机会。 没办法, 即使过去了, 一晚上我还是尴尬得不行, 根本没有和沈潮雨碰面的勇气。 我磨磨蹭蹭地等沈潮雨出门, 才离开房间去吃早饭。 等我来到公司, 强迫自己进入工作状态, 这才稍稍从昨晚那件事的鱼蕴里脱离出来。 我现在在周氏工作, 第一个负责的项目, 就是跟沈氏的那个项目。 周建景两人的确说到做到, 我入职便是以经理的职位。 我带着项目组的成员开了一天的会, 修改了好几版方案。 等到下班, 我拿着最新一版的策划案去总裁办公室, 却在电梯碰上了意外的来客。 我们尴尬地在电梯里对视, 一时谁都没有预料到还有这种相遇。 然而, 电梯的上行并不会以我们的尴尬而停止。 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们, 很快便跟他们一起来到了总裁办公室。 电梯门开, 我秉着地主之意, 侧身让他们先走。 顾珍珍在经过我旁边的时候, 故意撞了我一下, 接着咬牙切齿地小声道, 顾家你等着, 你得意不了多久了。 我文言毫不客气地翻了白眼, 伸手嫌弃地拍了下他刚刚撞我的位置。 丧, 他们一家被周见景的秘书迎了进去。 我主动地留在门外, 等着他们先谈, 闲得没事, 干脆就跟秘书处的姐姐们聊了起来。 女生之间拉近距离, 最好的办法就是讲八卦, 一点也不假。 我兴致勃勃地听着他们讨论着各种圈子里的小道新闻, 吃瓜吃得不亦乐乎, 有一个秘书小姐姐小声道, 话说你们应该都知道吧, 咱周总跟游总是有个女儿的, 但好像小时候走丢了, 一直都没找回来呢。 其他人看起来对这个消息都见怪不怪, 我却是第一次听说, 忍不住惊讶道, 还有这是, 我以为周总他们是丁克呢。 秘书小姐姐笑了下, 神神秘密地压低声音道, 你可能刚来不太清楚, 但周总他们其实一直在找自己的女儿, 这些年也挺不容易的, 我唏嘘了一声, 虽然这件事跟我没关系, 但我还是狠狠地供情了失去家人的心情, 毕竟我现在也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在哪, 将心比心, 我打心底希望周总他们能早点找回自己的女儿, 然而我们这边正在聊着, 周总办公室的门却突然被猛地踢开, 游音音压抑着愤怒的声音从里面传来, 她扬声道, 小李, 小刘, 送客, 我们一圈人聊八卦的声音瞬间停住, 一脸错愕地看向打开的办公室门, 小李, 小刘是在这里唯一的两位男性, 他们两人虽然也一脸猛, 但还是听从老板命令地把顾珍珍一家请了出去, 我混在人群里, 冷眼看着那仨人的表情, 顾珍珍的脸上带着不干, 我养父却已经快要用眼神把他杀死了, 我原本对他们来这的目的是毫无兴趣的, 现在却突然起了点好奇, 下意识地看了眼周总办公室的方向, 那里现在很安静, 但却能明显地感觉到气氛的凝重, 我有点犹豫要不要现在去汇报工作, 然而就这一会儿, 沈潮瑜突然给我发来了消息, 他跟我说他那边已经拿到了土地的开发许可证, 问我周总他们有没有空吃个饭, 讨论一下后续, 我看见消息的那一刻眼睛瞬间亮了起来, 就现在什么尴尬, 什么犹豫通通都消失不见, 这个许可证是我们这个项目里最关键的一环, 现在解决了, 后面的一切都变得顺理成章了起来, 这会让我也顾不上周总他们生不生气, 拿起策划, 我在一众敬佩的目光中, 大方帝走到办公室门口敲了敲门, 然后独自走了进去, 不过, 虽说我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但办公室里的气氛还是十分压抑, 我强忍着别扭, 不卑不亢地把工作会报了一下, 然后把沈潮瑜的邀请提了出来, 好在周总跟尤总现在心情虽然不好, 但公司分明, 并没有随意发泄, 他们冷静地听我汇报完, 提了几个需要修改的地方, 然后便痛快地答应了沈潮瑜的邀请, 我作为项目的负责人沟通双方, 沈潮瑜那边已经订了餐厅, 我们三个便直接赶了过去, 到了餐厅之后我们几人碰面, 因为人多又有正事, 我跟沈潮瑜见面竟然没有想象中的尴尬, 这顿饭前期吃得还挺正经, 然而等到正事聊完, 话题不知不觉就偏向了莫名其妙的方向, 游盈盈今天喝了点酒, 似乎有些上头, 她的脸微微泛红, 扭着头不满地问我, 佳佳, 你说明知道别人跟自己的家人走失了, 还硬要借此凑上来利用你的人, 是不是很烦, 那个顾珍珍竟然说什么, 反正我们女儿也没了, 不如她给我们当干女儿, 以后会好好孝顺我们什么的, 你听听这是人话吗, 游盈盈越说越生气, 说到最后已经忍不住骂了起来, 我这下算是明白, 下午游盈盈跟周建景为什么会那么生气了, 这个顾珍珍还真是有够蠢的, 我无语地撇了下嘴, 小声地顺着游盈盈的话安慰她, 游盈盈骂着骂着, 突然哭了出来, 她似乎真的不胜酒力, 周建景揽着她, 有些歉意地看着我们, 不好意思, 我们女儿的事对我们来说就是快心病, 我夫人酒量一般, 两位见笑了, 然而不论是我还是沈潮渝, 都笑不出来, 因为游盈盈哭得太伤心了, 这是一位母亲对失去血肉最深切的悲痛, 任何人都不应该用轻挑的态度去面对她, 我跟沈潮渝安静地待在一边, 周建景正在小声安抚着游盈盈, 我忍不住叹了口气, 心情也忍不住有些沉重, 沈潮渝突然道, 不好意思, 冒昧问一下, 周总你们女儿身上是有什么特征的吗? 周建景跟游盈盈同时愣了下, 我也有些诧异地看向她, 沈潮渝的表情意外地严肃, 她静静地看着周建景夫妇, 等待着他们回答, 周建景夫妇两人对视一眼, 接着游盈盈止住抽气, 还带着一点哽咽道, 呦, 我们女儿的肩膀上有块心形形状的胎记, 应该还算是挺特别的, 星星胎记, 我突然愣在原地, 沈潮渝扭头看了我一眼, 目光沉沉到, 星形形状的胎记的话, 他有, 他话一落, 游盈盈跟周建景的目光同时投向我, 我还有些发懵, 面对他们灼热的目光, 显得有些呆呆的, 沈潮渝无奈地叹了口气, 声音里却有种果然如此的感觉, 他说, 我第一次见你们, 一块出现的时候就觉得你们很像, 现在看来, 可能也不单单是巧合而已, 我恍惚间想起, 沈潮渝的确是说过这种话, 只不过, 当时我完全没往这个方向去想, 谁能想到, 游盈盈跟周建景的震惊, 一点都不比我少, 他们愣愣地看着我, 似乎想要跟我说话, 又有点不太敢说一样, 我们三人在这种情况下, 同时生出了一点, 类似于静香情窃般的恐惧感, 好在我们身边, 还有个彻底的无关人士沈潮渝, 他已经打电话联系好了机构, 问我们愿不愿意去做一个亲子坚定, 周建景夫妇自然毫无意义, 他们找自己女儿的踪迹已经找了太多年, 现在好不容易有了一个最接近的希望, 他们一定不会放弃这次机会的, 我却没有他们那么坚定, 甚至在他们将目光望向我的时候, 我突然生起了一股疯狂想要逃离的感觉, 他们真的是我的父母吗? 如果是, 他们会认可我吗? 如果不是, 他们会失望吗? 我会失望吗? 我脑子里止不住地飘过了各种各样的念头, 这些想法在我的大脑里疯狂地叫嚣吵嚷, 让我忍不住心生恐惧, 不敢面对真正的现实, 然而就在我马上就要控制不住站起来逃走的时候, 一只手突然从桌下握住了我, 一瞬间, 来自人体的温度顺着向我的掌心传递了出来, 沈朝鱼的手宽大干燥又有力, 他紧紧地握着我, 似乎在无声地向我传递一个讯息, 他会陪着我, 无论结果如何, 一瞬间, 我的心骤然平静了下来, 我捏了捏沈朝鱼的手掌, 轻轻吸了口气, 然后在周建景夫妇期待的目光中点了点头, 那就做一个吧, 周建景夫妇看到我同意明显松了口气, 这顿饭也吃不下去了, 我们四个人一刻不停, 立马去了沈朝鱼联系的鉴定机构, 因为是走了特殊通道, 我们的鉴定结果不到一周就出来了, DNA检测显示, 我跟周建景夫妇的确是亲子关系, 拿到检测报告的那一天, 我跟周建景夫妇二人沉默地坐在一起, 这一刻的心情我很难形容, 相比起我一直以来都认为自己是顾家的女儿, 她们的感触明显比我要深很多, 尤盈盈一直看着我, 她先是无声地哭, 接着是抽气, 最后抱着我放声大哭, 周建景比她要克制, 但同样也红了眼眶, 伸出手将我们母女一起抱进了怀里, 这一刻, 好像她们二十多年的坚持, 痛苦地寻找, 坚决不要二胎的倔强, 都得到了一个完美的反馈, 我忍不住再想我是何德何能, 竟然有这样一对爱我如此的父母, 啊,或者说, 这才该是家人本身的样子, 只是我从来没有感受过, 便止不住地有些诚惶诚恐起来, 那一天, 我们谁都没有工作, 抱在一起, 说了许多许多, 之后, 我爸妈无论如何都要我搬回家里, 我没有推脱, 回到沈家, 郑重地跟沈潮宇道了个谢, 沈潮宇笑了笑, 这次他只是真心道, 恭喜你, 我没有马上搬走, 反而是等到柳阿姨他们出差回来, 把事情的经过讲给他们后, 才郑重地道别, 柳阿姨跟沈叔叔听说了这件事, 都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然而除掉震惊外, 他们是真的为我高兴, 我也是这会儿才知道, 他们跟我爸妈的关系, 本来就挺好的, 我爸妈的产业虽然比不上首富, 但也是我们是第一梯队的存在, 我们这些小辈接触得少, 但他们同一辈的人却很清楚, 这些年, 我爸妈为了找我, 到底付出了多少, 我听柳阿姨跟我说了很多我不知道的事, 忍不住心理动容, 正式地跟沈潮宇一家道别后, 我搬出了沈家, 回到了原本就该属于我的地方, 我爸妈的房子里, 一直保留着我的房间, 我回去后很轻易地就发现, 这个家里, 无论是装饰还是用具, 每一样东西, 都是按照一家三口的标准来准备的, 而且那些明显不是临时添加, 无论是整体的融合度, 还是所有人的态度, 我都能很明显地感觉到, 我爸妈一直都在家里, 留了属于我的那个位置, 我回去之后没几天, 就感受到了, 我这二十几年没感受过的温情跟关怀, 我爸妈这段时间去了解了一下我的事情, 结果发现我在顾家过得并不好, 这下子, 他们心里的愧疚感更重了, 即使我再三解释, 最起码物质上我没有缺着什么, 但他们依然补偿式地, 拼命地把所有好东西都塞给我, 我心里感动, 自知自己对比他们付出的太少, 所以只能尽我所能地去回报他们对我的这份好, 我在家里住了一段时间, 我们一家人终于重新融入了一起, 我妈没事就凑到我旁边, 似乎想把这些年错过时间都补回来, 我也很享受跟爸妈待在一起的感觉, 时间久了, 最初的拘谨也渐渐消失不见, 我回来后一个月, 我爸妈决定召开一个晚宴, 要当着所有人的面宣布我的身份, 我对此没有异议, 只是在挑选男伴的时候, 发现了一点误会, 哎, 潮渝不是你男朋友吗? 我看你们两个关系挺好的呀, 我爸妈在听说我跟沈潮渝只是朋友后, 双双露出了震惊的表情, 我比他们还震惊, 不知是修还是吉道, 朋友关系也可以很好啊, 我们真不是一对了, 我妈脸上毫不掩饰地流露出了一丝的失落, 她惋惜道, 哎, 我还以为用不了多久就能喝喜酒呢, 我爸在一边安慰她道, 没事, 现在谈也来得及, 我完全不知道我跟沈潮渝在别人眼里原来已经像是一对了, 嗯, 虽然我并不讨厌, 甚至还有点喜欢她, 但就这么被人直截了当地提出来, 还是多少让人有些干大, 最近这段时间, 我跟沈潮渝都没怎么见过面, 她似乎在做什么事情, 忙得每天只够抽十分钟跟我打电话聊天, 我有些心虚地不知道该怎么接话, 我妈看着宴请的宾客, 最后还是大手一挥道, 甚至男朋友都不妨碍当男伴, 就沈潮渝了, 我很想说一句, 万一沈潮渝不愿意, 但转念一想, 又莫名觉得这个可能出现的概率确实有点低, 就这样, 沈潮渝莫名其妙地被安排成了我的男伴, 当天晚上她固定时间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我随口提了一句, 她果然毫不犹豫地同意了, 宴会的时间在一天天接近, 我的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推动着, 我跟我爸妈相认之后, 一切的变化似乎都不算太大, 非要说的话那大概就是我听说, 最近顾家的资金链好像出现了什么问题, 他们现在有点不太好, 如果这个小道消息是真的, 那我可就太好了, 顾家养我的那些钱, 我这些年帮他们拉的那些项目, 早就还得够够的了, 至于什么养恩亲情不好意思, 至少我还在顾家的时候, 这些东西确实是从来都不存在的, 我对于他们的落败毫无心理负担, 说到底, 先抛弃我的人是他们, 我又不是圣母, 不会别人打我左脸一巴掌, 还把右脸也放上去的, 我心安理得地过着自己的生活, 对于他们任何不好的消息, 永远保持幸灾乐祸的心态, 就这样, 我爸妈订的宴会时间很快到了, 那天白天, 我照常上班, 下了班, 就被我妈拉去做造型, 沈潮渝似乎终于忙完了, 今天很早便来了我做造型的工作室等我, 或许是因为过了今天之后, 我的生活就将彻底开启全新的篇章, 心态的不同让我在面对沈潮渝时, 都变得更加坦荡起来, 嗯, 我要承认, 我有点想他了, 我安静地任由化妆师给我化妆, 透过镜子, 我看到沈潮渝正在跟我妈聊天, 他们的样子, 就好像沈潮渝, 真的是我男朋友, 我最亲近的两个人凑在一起, 或许在聊关于我的事情, 也或许只是在聊今天吃到了什么好东西, 然而这种感觉, 却比聊天的内容更让我动容, 我仔细地思考了一下, 过了今晚, 我好像就真的没什么没解决的事情了, 家庭, 工作, 未来, 前途, 当初被赶出家门时的迷茫, 随着时间跟各种各样的机遇, 都被一一解决, 我的生活迈上了正轨, 沈潮渝也忙完了, 不会耽误他, 嗯, 这么想的话, 似乎没有比今晚更好的告白时机了, 我想通了, 也下定了决心, 等今天晚宴结束就告白, 一定要打沈潮渝一个措手不及, 等我做完造型后, 我们一起来到了宴会现场, 沈潮渝扶着我从车里下来, 周围来了很多的媒体记者, 都是为了抢到周家女儿回归的一手信息, 我伸出手, 晚上沈潮渝的胳膊, 他不乏稳健地带着我向前走, 高大的身躯护着我不被人群推挤, 还能抽出空小声问道, 紧张吗? 我点了点头, 毫不犹豫, 紧张, 沈潮渝挑了下眉, 似乎没想到我会这么痛快, 然而我很快又笑了, 声音很愉悦, 但也很开心, 开心还是要更多一点的, 我的心情是真的很好, 连长枪短炮的对脸拍照都让我觉得可以忍受了, 不过还是要庆幸进到大厅前的这段路很短, 到了室内之后, 让人招架不住的记者终于消失了, 我忍不住松了口气, 沈潮渝在旁边轻轻笑了一声, 宴会厅里的人也不少, 但大多都是同个圈层, 我认识或者合作过的人也不在少数, 不过这种商人们聚集的宴会就一点不好, 永远都逃不开工作, 我跟沈潮渝刚刚才进来, 脚踩在地板上都没踩热, 就已经被好几拨人上来寒暄了, 尤其是沈潮渝, 他作为首富之子, 沈家唯一的继承人, 沈是现在实际上的操控者, 几乎刚一露面, 就被各种各样的人包围了, 我在良心跟自由之间挣扎了一下, 然后毫不犹豫地抛弃沈潮渝, 自己跑了, 沈潮渝意识不察, 拉我没拉住, 怨念的目光都快透过肌肤骨骼, 直接把我穿透了, 我背对着他当看不见, 脚底抹油, 飞快地逃离了是非之地, 对不起了, 告白归告白, 社交痛苦他还是自己去承受吧, 我躲进了角落, 终于松了口气, 我爸妈还在坐着一会儿公开承认我的准备, 我暂时躲了个懒, 不由地开始思索等会儿告白的问题, 然而这个世界上, 就是存在不讲道理的八字不合, 我这刚躲了还没一分钟, 我养父母一家, 又跟我迎面撞了上来, 对于这种总是会遇到他们的戏码, 我已经见怪不怪了, 可能从我会被他们抱错的那一天起, 就注定了我们之间是有点什么孽缘在身上的, 我在心里无声地叹了口气, 转身就想离开, 然而顾珍珍突然叫住我, 她语气不善道, 喂, 你怎么会在这, 这不是你这种人该来的地方, 我好笑地看着她, 忍不住暴毙道, 那你说我这种人应该去哪, 顾珍珍计较的一笑, 声音却止不住地透出几分怨毒, 你就该躲在桶子楼里, 吃着菜市场捡的菜叶, 听着爸妈无止境地争吵, 怨恨着自己为什么不是有钱人家的孩子, 我听着她的话忍不住挑了下眉, 毫不客气地揭穿她, 原来这就是你以前的生活, 我语气平静, 倒是没有嘲讽她的意思, 很惨, 我大概是能想象到顾珍珍以前的生活并不好的, 毕竟她本来应该是有钱人家的孩子, 却被迫过了二十多年的清贫日子, 她很惨, 但并不是我造成的, 我也不打算替任何人背这个锅, 说到底, 我也是个受害者, 她怨恨我, 嘲讽我, 我自然也没有忍回去的道理, 我看着她, 目光有些怜悯, 你很惨, 但让你的生活越来越惨的不是我, 是你自己, 我说完, 也不管她是不是听得懂, 转身就想离开, 我养母突然叫住我, 她站在顾珍珍旁边, 警惕地看着我, 顾家, 你不会是还想让我们把你认回来吧, 我跟你说, 你死了这条心, 就算你追着我们来这种地方, 我们也不会再认你了, 我有些惊讶地看着她, 实在忍不住道, 你到底哪来的自信, 我注意到我爸妈已经准备上台了, 很快就会轮到我, 我也不想跟他们纠缠了, 于是我干脆地看向他们, 直接道, 首先, 我从来都没想过, 再跟你们牵扯上什么关系, 也看不上你们那点钱, 这点你们大可放心, 其次, 我看着他们, 微微一笑道, 我在这里是因为这是我爸妈为我准备的宴会, 而我现在, 叫周佳, 说完, 我礼貌地对他们点了点头, 转身走向了宴会正中央的舞台, 我爸妈当着所有人的面宣布了我的身份, 我优雅得体地走上舞台, 大方从容地介绍了自己, 完美地完成了我的回归, 发言到了最后, 我爸直接当众宣布, 他跟我妈将慢慢退出周式的经营, 逐渐将周式放全到我手上, 他跟我妈的这一决定, 直接将我的亮相推到了最高潮, 连我都稍微有些惊讶, 没想到这件事会来得比我想象早这么多, 我妈在台上看着我, 当着所有人的面说道, 你有管理公司的天赋, 宝贝, 你很优秀, 我感动到跟我妈拥抱, 鼻尖终于忍不住酸涩了起来, 等到下台, 我养父母一家已经呆住了, 他们似乎完全不能接受, 我养母甚至对着我就想冲上来, 沈朝渝终于摆脱了寒暄的人回到我身边, 顾珍珍死死地盯着我, 他眼眶通红, 带着一丝疯狂道, 不可能, 凭什么你连亲生父母都比我厉害, 这不公平, 这不公平, 沈朝渝蹴了下眉, 伸出胳膊将我护在身后, 他养手叫来保安, 把我养父母一家人赶出去, 顾珍珍还在大喊着不公平, 一时将许多人的目光都吸引了过来, 我想了一下, 与其让顾珍珍把宴会的气氛搞得乱七八糟, 还不如我借着他这波热度蹭一下, 于是我找了个话筒, 倾咳了两声, 将注意力吸引到了我这边, 沈朝渝在我旁边挑了下眉, 目光明明白白地在问我想干什么, 我对他神神秘秘地一笑, 然后对着话筒大方道, 我在跟我爸妈相认之前, 有一段最艰难的时间, 是沈叔叔一家收留了我, 正好借着这个机会, 我想当着所有人的面, 郑重地跟你们说一声谢谢, 沈朝渝有点意外, 但他依然代表了他的家人, 对我温声道, 不客气, 应该的, 我笑了笑, 也没在意, 毕竟这些话只是铺垫, 我真正想说的, 其实在后面, 沈朝渝, 我刚到沈家那一天, 你曾经跟我说是媳妇就不麻烦, 这话我当时没问清楚, 现在我能不能在这里重新问问, 即使做好了心理准备, 真的说到这里的时候, 我还是忍不住有点紧张, 握着话筒的手, 微微有些出汗, 然而, 当我看向沈朝渝, 看到他难得正愣的目光, 又忍不住笑了出来, 我倾咳了两声, 大方道, 我喜欢你, 所以我是个麻烦吗? 沈朝渝看着我, 目光从正愣到惊讶, 再到无奈跟欣喜, 他用只有我们两个能听到的声音小声道, 输给你了, 然后他拿过话筒, 当着所有人的面坦荡地承认, 不是, 你一直都不是麻烦, 我的回归宴会, 可以说是各种意义上的高调爆炸, 先是周家失散了二十多年的女儿回来, 官宣身份后立马就继承周氏, 再是周家女儿的养父母打闹晚会, 周家女儿借此对沈家的儿子表白心意, 当然, 这些八卦的东西, 终究只能是茶余饭后的闲谈, 对于那天在场的很多人来说, 他们只要记住两点就够了, 一是周家的实际掌权人, 很快就会变成我, 以后谈生意谈合作, 甚至只是打招呼寒暄, 他们都要拿出自己相应的态度, 二嘛, 那估计就是所有人都知道, 沈周两家大概率要联姻了, 这种强强结合的联姻, 通常情况下会给整个商圈带来一个极大的动荡, 晚宴的第二天, 沈氏跟周氏的股票大涨, 后面连续跟来的一系列震动, 就是后话了, 而我也在之后从柳阿姨那里得知, 沈潮渝原来从很小就喜欢我了, 按照柳阿姨的说法, 沈潮渝对我的关注是从六岁就开始了, 当时有次他学骑自行车, 结果摔了之后磕倒了, 趴在地上, 是我发现了他, 然后叫了大人送他去医院, 我听到柳阿姨说的时候还惊讶了一下, 这件事我记得, 但当时那个小孩是谁我确实是不知道, 但我敢指天发誓, 我唯独没想过那个人竟然会是沈潮渝, 毕竟沈潮渝在我心里跟十项全能的小金人没什么差别, 他竟然不会骑自行车, 而且是到现在都不会, 这个发现让我实在控制不住自己的心跳加速, 越发觉得他可爱了起来, 除此之外, 我还知道了沈潮渝当初那阵子到底是在忙什么, 他在忙着说过顾佳, 这是我一直到第一次公事期出来才知道, 最起码等到姐姐找到他的亲生父母吧, 不然他太可怜了, 我, 我倒是也没有怪他的意思, 就是忍不住想逗逗他, 结果沈潮渝反将一军道, 我在操作收购的时候可是发现了, 故事内部有好几个人为留下的漏洞, 手法很高明, 一般人发现不了, 但每个都很致命, 嗯, 这东西外人是做不到的, 肯定是故事内部的人做的, 会是谁呢? 他意味深长地看着我, 我笑嘻嘻嘻道, 谁知道呢, 可能是某个大冤种怕自己哪天被卖, 给自己留的后路呢, 我们两个互相看着对方的眼睛, 好像都能从对方身后看到摇晃的大尾巴, 半晌, 我们两个同时笑出来, 沈潮渝突然抱住我, 他的声音带着几分撒娇的味道, 笑道, 完了佳佳, 我彻底输了, 我伸手回抱住他, 在他的背上, 不轻不重地拍了下, 我笑得开心又爽朗, 没事, 输给我不丢人,